谢谢你为我们做的努力 也谢谢你这些年的错 辛苦了 我应该当众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 公开以后 你们俩尽量别同框 必比闲 省得节外生枝 林安 公司你也别回了 最好就在家待着 少去人多的地方 好 我会把接下来的工作都交接好 就当休假了 一切等安全过了关 结束了落地活动以后再说 嗯 我明白 那说了半天 那到底是推还是不推啊 那就赌一把吧 辛苦大家了 全员通过 漂亮 华总 帮我谢谢李天 等一下 华总 李天说了 方案可以给我们 但是 他有个条件 还有条件 和陆正安 单独见一面 我终于拼自己的本事 见到你了 但我今天来不是因为你的本事 而是想单纯地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做了努力 也谢谢你这些年的错 辛苦了 其实我们本来就打算公开了 什么意思是 我瞎忙活了呗 我可是跑东跑西 累死累活 头都快想破了 这几天我睡觉加起来不超过十个小时 我 你真棒 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你简直就是我的救世主 其实 我也是在帮自己 这些天听了你们那么多故事 在整理的时候 我发现我竟然一点都不难过 反倒 我就羡慕 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邻居 所以啊 我百分之百确定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这么帮你呢 纯粹是因为我人美心善 要换做别人我也会这么做的 好 所以啊 你 不要多想 不要自作多情 好 恭喜 总算是脱离苦海 谢谢 我呢是越想越后悔 当初怎么瞎了眼了看上你 也不至于吧 你 除了长得帅点 有点才华 故事出来了 还有点浪漫 专情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幸亏你爱的人不是我 不然我得天天都提心吊赖 还得被一帮后生指着鼻子骂 太疼了 根本厉害 这是我 你去身边的 这世界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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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